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來到真飛過關的時間 今次谷草殺科日,照顧跑9場 提早了開跑,即6時35分,早了5分鐘開跑 用的跑道B跑道,特別東西就沒什麼了 在講今次過關之前,我們又說上個賽日,垃圾 我只能形容垃圾,垃圾,垃圾中的垃圾 頭關這樣都頂不到,就知道全日都不會有東西看的了 何況這隻金磅之稱拉停了,我又說垃圾那場沒有啦 驚蟹騎士現身星追什麼,追條毛,我又說垃圾跑到這樣 頭關日日獎這樣都頂不到,第三都知道,哎呀,票都倒了 對啦,連勝利在裡面,其實廣正的位置就夠遠不夠之間啦 即叫做OK啦,最後沒有遇到頭三,但日獎真的有點失望 相反營到爆,是不行就是不行的了,沒辦法 那機磅騎士也是啦,我覺得回到第四都有點差 另外我懷疑不用說啦,沿途都在後面吃泥,主要在這裡 那兩下疑心聲無的,那兩下,尾關那隻金磅之稱 就算走啊,天天灑落都應該頂不到的,是啦 不過那隻馬太急了,沒辦法,走了出來之後,捉都捉不住 那金磅之稱,不知道你覺得報名的解釋是否合你啦 總之是拉停了,但他不是那些什麼,那些拉停的 總之是騎士覺得他動作笨絕喔,是啦 也不知道是騎士笨絕啦,還是馬迷笨絕,還是馬笨絕啦 總之就是拉停了,所以星期六個月那隻飛都… 其實頭關你很簡單的,平時我們買這些過關,你看頭關 就知道你今天有沒有運,飛有沒有機會中得到的了 那很明顯告訴我,那天是沒有運,是不會中得到的,那就算了 那看今個星期三,殺科賽日,有沒有都好像上季那樣,臨尾撿翻些少少了 那我今次呢,就簡單點,直接中頭三場就跟你,是呀是,不是呀不是啦 那先來頭關,第一場就是,跑這個五班的1000米,快鬥快的組合 一號中麻威威做膽,拖八號辦事有,小號友誼自佳 那中麻威威,你預期他,都是放頭跑的啦,你還要找王子雲,抽一當,那都沒什麼好想啦 那所以變相,近期又準,這裏這一集五班馬有誰有近跡的,或者有跑過成跡的,沒有什麼 那所以變相就選了他啦,友誼自佳呢,純粹我覺得一隻馬,狀態不錯 但是表現就比較飄忽一點的,都沒什麼給你看過,有些陪了,給你搏一下 前途光明,其實就可以選的,不是不好的,但是,丁冠濤上次,試過領個東西就算啦 不要經常領那麼多這些,但是,我覺得他的馬是不錯的,剛剛來的又追得好 但是,他有,恭喜他咯,跟他不太夾就算啦,放棄他 反而呢,潘頓又奇容天鵬的馬,即是跟潘頓,其實旅鍵威的馬都是會選一樣 那就是百行萬事有啦,隻馬有狀態,是擔心健康那樣東西的 那拍得到的,其實都可以有些,有些著數的,五班 那內置徑區就轉過來跑谷草,谷草之前他跑過的啦 但是表現一般的,那再來谷草試一下咯 那麼,前面就跟滿滿啦,就一當,不知道他會不會一起鬥噴呢 如果鬥噴的話,就中牌威平衡可以忍一忍他,忍他在前面 給他覆蓋自己,守住在他後面,不要跟他鬥噴,是啦 那另外,還有其他馬組,會展翼,上次跑了第四 但是,今次抽十當,你很難跑 那麼,他有分數又不用殺馬,那就下跪再想啦,這些五班馬 羅庫草呢,有幾隻,什麼勁無敵啊 還有幾隻,都類似那樣的馬呢 好似初,初初以為有四班馬,應該這些馬都有些質素 但是,跑來跑去呢,跑來跑去呢,落到五班都未解決 那麼,所以一徑無敵,這個八檔,都是放低 另外,就還有隻,魅力一丁咯 但是,縮程跑一千,我覺得未必夠,夠速度跟 你,留得後呢,直路賽,說真的,快撲速度好少追得到 一千,谷草,那所以,變成這隻馬,又是選不到的 因為你,縮程跑來跑一千,與其都不會快到去哪 你要捉住跟他一起在後面,磨爛隻腳,一入到隻腦 你追不回來,就不會很爆炸力 那麼,所以變成,你生生減減可以選的,其實不是很多 我純粹10個,有兒子加,是搏搏搏的 黎超星的馬,不選的,我現在不會再選的了 那麼,他拍拖,沒有新十二檔,月球 又賠率,臨場合賠率的,自己拖過去吧 但是,我就不會選的 那麼,變成,頭關呢,第一場五班一千米 他就要了一號中華威威做膽 拖著八學萬事有,還有十號有儀子加的 好,跟著來到第二關了 第二場,就跑五班的千八米 選了七號上市魅力做膽 拖三學果然得,十號樂天牌 對了,三關都應該是第五碗做膽來的 上市魅力最近連續四場,非亞軍 就拿第三種全部上名 雖然那八檔是難跑少少 但是潘頓不會擔心 潘頓其實也是跟蘇惠賢已經少了很多合作的 但是,他選得騎的那些馬 一向都是有些實力,有些水準有 可以近跡的那些馬 所以,我都沒得不相信他 變相選他做膽,穩穩陣陣 那另外,可以選的馬就是,果然可以 前一次拍得挺好,上場健康有事 沒得好說 但是,前一次,他在谷操一六五零 那個走勢來講,我覺得挺吸引的 這次換布文 老實說,第一次拍谷操都已經拍得好的話 我覺得谷操應該是能手來的 挺厲害的 因為之前拍在沙田 另外那隻樂天牌,又是健康一般的 但是,看他看神貨又好像覺得粗得翻 好像又不錯 另外,他今季頭馬是在谷操1800米交的 正正就是這個路程 繞繞繞又去過1650,又走過去沙田 又回到谷操跑1800米 可能有些東西看的 今天還要抽個四檔 最重要是找冷門殺手湯普辛 熱門你也不敢買啦 有賠率的話,湯普辛絕對去得過 勝利同盟不是不好,但這個十度你難跑 你早段對前一點回來,能不能捱到呢 或者早段留後,你又追不追得到呢 中段會不會發力走,形勢會不同呢 這個是要考慮一下的 因為呢,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有何澤業在那裡,很大機會有時候 中段都會變走 他是一個比較喜歡的 如果一隻馬要倒後去跑的話 中段變走,其實就是何澤業 但這隻好戰小子,就算你說 來到五班也好 狀態我覺得一般的 那四班,1650不是都跑過兩次第四的 那到來五班可能有些弱數 但是千萬萬龍程第一次跑 有些不利條件在那裡的話 那你很難選得上手 那另外龍澤飛區其實都可以選的 是啦,還有30分都還沒殺的 可能下季才用都不出奇 那抽到一個不錯的檔位 是啦,上次入了一條Q也算是頂都不錯的 是啦,那如果臨場有些賠得適合心水 這隻也要的 那這一關,簡單單單,有一些熱門東西來的 一隻冷一點點,一隻熱一點點 是啦 那因為你說極速之子,升火連這些 最近表現都相當之差 不是不想選,也選不到 神虎今關,不要說 說什麼,長長十幾名開外 那如果特意減分走下來五班殺你 那我給你殺啦 是啦,葉宰航 請你殺我吧 是呀,真人殺完我還可以 是呀 但你長長跑十幾名,一落班 真是神操都覺得你沒事看 沒有狀態的,一落班就馬上贏得到 那究竟你是超五班還是超四班呢 五班四班其實你說是不是真的差很遠 其實有未去都差那麼遠那麼誇張 一下來馬上有得數了 原本跑了十幾名 那所以我又不信了,神虎今剛 那變相這一場呢 就選了七號上次魅力做膽 那我拖著三號果然得 還有手號落天牌的 好啦,跟著來到尾關了 就是第三場 那我跑這個四班的一落明衛 那我選了 手號用最當裔到膽 拖七號逐步贏,九號貫寶區 用了當裔上次的第五 真的不收貨的啦,說真的 不過泥地的算數,是啦 那希望田坎繼續有得騎 現在可不可以騎好一點點呢 今次又說 谷草1650位 有個一檔幫手 那希望你最重要就是入陣路 不要塞車啦 我覺得榮田湯其實最好跑快 就是跑他的跑線 在外面一路撒上來的 但是騎師也沒有啦 次次都說要抽大海檔的 馬主反而最不喜歡抽大海檔 希望田坎好好把握啦 補中啦 上次真是失望啦 那個第五 好了,那些腳難搞啦 1號側身馬衝上雲燒 跑過一次第四 這麼大把而已 因為這次是自購買的關係 今次下來四班 大三歲 背著134磅 行不行呢 好啦,接著是松草之王 過了葉采雄 都交到貨的 但是最近呢 又是啦 連回十幾名 你跟我說又要炒回來 這個班才動手的 我都沒得好說啦 但是很明顯的 你就知道他的心意 是找王志雲去放頭啦 你不會打算他追 那起碼要暴速先 大行之星我搞了一箱 當之來沒有跑 那這些馬提一下 好半譜先 大行高高又是啦 又是轉了熔天盤 只要沒有跑過 那這些就先看看 另外後面啦 美麗風聲其實都可以選擇 多人勇士也對 但是呢 因為 美麗風聲好一點 沒那麼被動 但是多人勇士這個十度 就被動 沒理由在沿途洩 所以變相我有點擔心 美麗風聲最近那兩場 一個第六個第五 我也覺得一般 反而早前那些表現都不錯 不知道狀態是有少少跌了 那 選擇了一隻膽子 勇盡當中 那腳是甚麼 就是逐步贏了7號 這隻馬上場的第二 都拍得挺出色的 還有剛剛後面 連這些騎士的這隻馬 難性重又大 比這些硬工騎士 打他那手邊 砌砌砌砌砌 可能更好反應 另外灌補區 又是希斯 但是這隻馬未被艾少莉跑過 艾少莉有時候這些馬 很好 隱隱瞞懷 裝在外面跟你入續路 才衝一段 可能有些效果 那上面長 那隻貫布的狀態又不差 那希斯其實最近 下半季都表現都不錯 那所以就要了這隻貫布區 那另外其他馬 就真的沒什麼變成貫布 超勁堡尿康明也是不選擇 總之尿康明和黎超星都不會怎麼選擇 現在盡量減低選擇他們的馬 很難觸摸 很飄啊 所以這隻超勁堡我都是放下的 那用盡當 那到時了 江南用的時候是補出 120磅 對盤盾下去 到時應該超一兩磅 但是這隻馬未必是聶馬斯的心意 但是因為前面有馬退出 他迫著要補 但是另一話說就是 就是後備馬 通常的表現都好像好一點的 那就不知道是不是了 那變相這一場呢 就簡簡單單 就是熱一點點都要的了 那11號勇進當然是做膽 拖著 7號逐步贏 和9號貫布區 的 重複一次了 今次就買頭三場 都是叫做衛CQ3算4 那第一場就 頭關就是 一號中華威威做膽 拖八號萬事 有壽有餘子街 那次關 就是第二場 要7號上市魅力做膽 拖三號果然得 十號樂天牌 今天來到尾關 就是第三關 第三場 今天要11號勇進當女做膽 推出7號逐步贏 和9號貫布區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按訂閱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甚麼想和我們交流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了 多謝大家